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未來上半週有春天的氣息 白天天氣穩定 不過星期二晚上開始 東北氣風就會稍微增強了 東半部會有局部短暫雨發生 星期四則會有另一波的冷空氣報導 預計影響到星期五 也提醒民眾出門還是要帶雨季 並且注意保暖 炸暖還寒 有春天的氣息 大概就是這週的天氣狀況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25日白天起 東北氣風減弱 氣溫逐漸回升 不過26日週二晚上至週五 說東北氣風增強及冷氣團影響 東半部地區有連心短暫雨 氣溫也轉冷 2526大概是比較天氣比較舒適 比較良好的一天 太陽可能都會露臉一個情形 然後27 28 29 30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強烈大陸冷氣團可能下來 不過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看起來後面的空氣是比較乾的 所以它屬於比較乾的一個天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29 30 的時候 陽光可能還是會露臉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它只是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水氣可能就比較少 所以基本上它太陽會出來一點點 我們可以看到在26號 大概是這一週天氣最好的一個天氣 然後溫度最高 高溫來到22度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從28 29 30 開始溫度就下降 然後到30號的清晨 溫度可能最低 所以基本上這一週天氣看起來不算太糟糕 溫度也不會都太低 但是因為它是吹的是偏東風跟通北風 所以有在吹風面上我們花蓮在某些地方 吹風面上面可能還是有一些短暫雨 但是雨量並不是很大 然後雨時也不很長 東半部地區冷涼的天氣會延續到週四上半天 週五開始雨也會漸漸變少 週六冷氣團將減弱 白天溫度回升 轉為多雲到晴天氣 不過日夜溫差大 提醒民眾這週出門要攜帶雨季並處以保暖 記得講邦彥華聯詩報導